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也是 幫忙 使用3D把他的 建造模型能力再加強一下 那麼你現在進到老師這篇文章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有沒有發現 打一個狗角硬的洞 其實你要什麼形狀都沒關係 因為呢 我們以前知道 你有 門 窗 碰到牆壁會打洞 那其實你可以自己做你想要形狀 讓他碰到牆壁 也可以會打洞 一般我們的家具 這些3D模型放進來他當然就 不會有這種特別的 作用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匯入的時候 他裡面有一個選項 你只要勾起來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 這個練習打你就不用了 你就可以直接找你現有的 你可以試看看 你自己手邊線有檔案 當然如果你要 下載 他官方的練習檔也是可以 那我們現在呢 先在Photoshop裡面你去建立狗角硬的3D模型 各位很久沒有用Photoshop3D的嘛 那我們從這邊進來 你開一個 任意檔案大小沒有關係 你就按一個新鍵 看你原本 你要設定多大都可以 好我就進來 進來之後呢 哪裡有狗角硬 這個是我們在向量的 圖片裡面自訂的形狀 這裡 這邊 這邊 自訂的形狀形狀 我們看一下 我記得有預設的 預設的預設 好我們家這裡不見了 我就換一個別的形狀 換一個 大象的好了 好 這樣 那 你用 什麼樣的顏色那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只是要他的外型 所以就把他畫起來 那你畫起來之後呢我要讓他變3D 你可以選擇用形狀 可以用路徑 都可以 那如果我現在用的是形狀我點到他 我在3D這邊 有沒有我們從這邊 新增 你現在所選到的 這個 塗層 把它變成3D 如果你是用路徑你就選下面這個 好 那就看你用哪一個 我們現在只是要把它變成一個3D模型而已 所以其實你這邊什麼顏色 那個 不影響 好老師這邊已經做好了有沒有 還記得嗎我們上次講過 你 因為我現在有錄影喔所以我這邊顯示卡的效能這樣會變比較差 所以他 你轉一下他就可以看到 確定他變成 就是3D模型之後 我們可以從這邊 把它轉存 成一般的模型 從3D裡面 轉存3D塗層這樣就好了 如果說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老師 文章裡面的 如果你這樣建立好的 你就直接把它 變成3D模型 那麼這裡有一個 動作 就是在進入3D面板 把所有材質變成不透明 這邊我想 就各位你可以先不做啦 因為我下面這裡有提到 你這個呢 如果你在這邊 做 有個小缺點就是因為你會看不到 變成全部都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進入3D之後再來做就好了 這樣了解 所以先讓你的 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你把它轉存 轉存出去的時候我們選擇 OBJ就好了 OBJ這種格式 那至於說它紋理的格式 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貼 貼那個材質嘛 所以其實 哪一個格式都還好 那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現在呢 就到這邊 轉存3D模型 3D塗層 你用DAE 用OBJ其實都可以 這裡有一個OBJ 這個是DAE 然後下面 這個 OBJ 那你原始格式 或我們剛剛提到的 PNG 這邊都是可以的 確定 好 那你存出去的時候他就問你要存在哪邊 那記得因為他會有兩個到三個檔案 所以建議你 新增一個資料夾 好比如說我在這邊我用一個今天的日期 存起來 OK 現在呢我就來 打開 我們找找看 剛剛的 檔案在這裡 他不是只有一個檔案喔 你看到這裡面他有好多個 有沒有注意到 他有幫我產生好幾個 123 但是我們只要他 主要就是這個 所以呢 你可以先把你的模型 先從Photoshop 3D這邊 轉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 進Photoshop 3D很單純就是 你畫你要的形狀 當然各位也不要忘記的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 就是 我這邊比如說我增加空白的 好你自己 用倍字曲線畫的不會 當然可以啊 你也可以做文字 都OK 但是文字要注意一下太複雜的 他有些會變成你 凸起來之後 可能有些會變中空的 你就要自己留意一下 好所以 你要什麼形狀 你可以 客製化 也可以在以打錘的做好 交進來 我們再把它變成 就3D模型 這樣都OK 那這個部分我先等各位一下 好不好 如果各位你沒有辦法用的 你可以 到老師文章裡面 這裡有一個狗角印的3D模型 你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好不好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下載 那待會你一樣可以匯入我們3D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模型 把它匯入到我們3D裡面來 那我就 回到我的3D 好假設 我就先用同學的這個 那麼 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你首先先確認一下 假設你有兩個樓層就看你要放在哪一個樓層 假設我放在這個樓層 我就先點到這邊 確認 你的這個外面有一個藍色的表示你選到這裡 這樣待會他就直接進到這邊 如果呢你沒有特別選 或者你選在左手邊 他就會只進到我們的模型庫裡面 不會 拿出來 就是變成說你要多一個動作再把它拉出來 好所以呢 我現在這樣子有沒有 外面老師這裡有一個藍色的框 好我就到 家具裡面 插入家具 跟我們以前扣號球就一樣 好那你就把你的模型按著 把它丟過去 丟過來 這樣 有沒有 這樣就一個了 他的厚度沒差 因為我們待會進去打洞的時候那個就沒差 好所以你進來就按繼續 繼續 重點來了 在這邊 首先你可以把你的模型的名稱給他 好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 希望未來不要那麼麻煩 我都還要重新再下載一次 你就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也就是當我們會進來的時候會順便 放到我們左手邊的這個 模型庫裡面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看你要放在哪一個類別 如果都沒有你滿意的 你可以自己建一個 你自己的名稱 他發現不在這個裡面之後 就會幫你建一個資料夾 好這樣子也可以 這樣了解 那我現在這邊就先不勾 再來呢 這裡是進來的 預設的 那個 家具的大小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大 比如說我只要100公分 他會等比例縮放 所以你只要給他一個 這樣其他的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他的懸空高度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模型我們加進來的時候他可能懸空高度就是在地面 有些可能就放在上面 這就是他會進模型的時候去設定的 如果這邊希望他進來先放在50公分的地方 那最後呢 重點在這裡 我們 為什麼那些門窗進來的時候碰到牆壁會打洞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有勾起來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勾 那他進來就是模型而已 他不會有任何的作用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個叫樓梯的 窗孔 各位我們上禮拜 增加樓層的時候我們不是有放樓梯 那樓梯碰到誰會打洞 碰到地板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有勾起來 這兩個 只能二選一啦 也就是你是碰到門 就是 牆壁會打洞還是碰到地板 這 只能二選一 沒有辦法兩個都用喔 那我們現在是要當 這個 門窗 碰到的時候 就是碰到牆壁會打洞 所以我就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那我就繼續囉 繼續 完成 確認 有 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進來的 放在這邊 那你今天呢 你就把它拉拉拉拉拉到你覺得要打洞的牆壁上 靠上去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在這裡 靠上去的時候 有沒有不一樣 消失了 拉出來會變完整的 我從這邊靠過去 對不對 好假設我靠在這邊 那怎麼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高度比較低 有沒有看到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高一點 我們就搭配 懸空高度 再拉高一點 好 先確認一下 那位置呢你可以再調整 OK 那你一定會說 奇怪沒有打洞啊 只有 狗腳印的痕跡在上面對不對 這樣好像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動作 有跟各位提到 在上面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把它的透明度 射成 零 所以我們是看得到他的 好 那怎麼樣去做調整 你就是進到我們的 這個模型裡面 你在模型上面點兩下 進到 紋理 應該是進到材質 抱歉 進到材質 點進去 我們現在裡面其實就只有一個材質 告訴他 不要讓人家看到 有沒有 所以你透過這裡 透過這個地方 讓 Swim 3D的那個 模型消失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打洞了 所以這個動作呢 你在 Photoshop 3D 或其他3D軟體做 也可以 但是呢 我們進到Swim 3D 也可以再來做 都沒有關係 我是比較建議各位後面的 然後因為 有時候你這樣 在3D模型這樣做的時候你就看不到他 你比較不好調整 那這個動作呢 因為他已經打洞了 所以如果你是晚上的 就是我們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是晚上的 像在這邊 有沒有 他是晚上7點的 我先把它射小一點的 這樣輸出速度會比較快 他的光線會穿透過去 好我們看這個方向 這樣各位看到了 所以 你如果說要像老師那個文章上面這裡一樣的 有沒有這樣穿透過來 那你可以在這邊 加個燈光 就會有更明顯的效果 這樣會不會做了 所以給各位一點時間試看看喔 有問題的 可以提出來 好不好